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宮甲晴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BBM 還記得我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的抽獎活動嗎 那我們今天請到了其中的一位幸運兒 小春兒 嗨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頒頒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圖提供的獎品 殿上先知到 男女主角的 鉛筆簽名海報 這是第一項 好 那第二項 就是進入到我們今天的重點 科道科技所提供的 防災硬便包 我們請雅春兒來開箱 好 裡面有一個BM 然後跟一個防災硬便包的使用需支 那因為今天也有在 不用這個 好 首先那個包包一個 科道科技公司好像要把這個 這個型態包變成這個四包 我們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 我們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 好 燈啊 OK 箱子裡面就是這十九項 那我們一樣一樣來介紹 那首先是照明類 那它是高亮度LED手電筒 這一支手電筒它使用的是三號電池 一般人要取的這三號電池是蠻簡單的 那你如果要小朋友 它吵著說它會怕黑 你這支手電筒要給它玩一天嗎 不是 對嘛 所以你要安慰性光模 所以另外要準備這個 燈光棒 那基本上它也可以撐十到十六個小時 第二個 是警報類 好 那 雅春妹妹是登山高手 那個警報類的你應該知道 雅春妹妹來介紹 那是哨子在幹嘛 你介紹一下 吹一下 吹一下前提示你還有體力 那今天如果你沒有力氣可以去吹 你已經聽到救援隊員來 你要怎麼讓它發現 拉一下 另外一邊 它不要亂拉 你真的很吵 那用於你沒有體力的時候來做使用 第三個是保暖類 一種是自己會發熱的保暖包 那另外一個這個 你是登山社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防灰毯 對 那你要不要問 問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去做使用 好嗎 好 OK 防灰毯它基本上是 把身體跟這個環境 解決開了 讓你的體溫不暫時 第二點就是說 它有這些反光 那比較容易在一些 比較含無人際的地方 讓人家發現 那是保暖的作用 對 對 對 接下來是第一次一樣 是指引類 這個指南針 大家都是配合那個地圖來使用 都沒有問題 那你知道 你們為什麼要有收音機嗎 聽資訊用 什麼資訊 政府公告的資訊 好那假設我們現在沒有電視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電台可能是我們接收政府訊息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第五樣就是工具類 一把 具有很多功能的一個鉗子是很必要的 我就是在市面上很容易隨便去取的鉗子 好那我自己把它試驗過以後 你這鉗子是完蛋 已經變形了 它沒辦法再夾 那這一隻 你試試看 你去夾它 你用力夾 夾 對啊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鉗子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叫做防風打火機 那它基本上的概念是 一般的打火機 然後加上一個套子 來達到那個防風的一個效果 好那當然很多專家有時候在準備這個影片到的過程 說要準備這個 這個叫 防風 防水 火柴 啊你有看過這個嗎 沒有 OK你可以把它打打開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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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沒關係 OK 你會發現喔 防風防水火柴 它還防火 那所以這東西也沒有用 沒有用你知道嗎 好那我們剛剛把那個打火機煮好了 你嘗試把它吹洗一趟 還沒防風 有 這個 水晶類好用很多 那接下來就是第六類衛生類 一包乾的麵紙跟一包濕紙巾 那很奇怪為什麼放在包裡面要放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機會去日本觀察的話 日本所有的民眾都會跟你講說 這兩個東西放在包裡面很重要 為什麼 不能洗澡 對 也沒辦法洗澡 你在避難使用處處或在你惡劣的環境之下 你根本沒有水 或者沒有空間可以讓你洗澡 好那第七項是防護類 一個是手套 一個是雨衣 好那手套呢 我們在避震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遇到碎玻璃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個放在包裡面的這個手套 你要準備皮的 你在摸索地面的過程當中 比較不會去被玻璃刺上 那基本上它有點防火 OK OK OK那再來就是那個雨衣 那除了防雨之外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 室溫除了剛剛那個防災坦之外 你可以把它套在身上 身體裡面再墊 抱紙 對嘛你知道嗎 沒錯沒錯沒錯 這是這個概念 第八項清潔類 這個不用說你知道嗎 這個是那個在無印良品都可以染到 比較小顆 它就是毛巾 好那你泡水過後 它剛才是變成一個防禁一樣 好那最後一項呢 就是輔具 食物跟水是很重要的 在裡面放太多水的話 你會不想背它 對那你就乾脆就拿一個空的 比較可以方便可以收納一個容器 如果政府拿水來給你 那一天拿去裝 好那最後一項就是比較繁雜的 就是包含識別你個人身份的一些資料 不是要你放證本 你可能就是把身份證 降保卡或者是你的戶口名簿 做一個影本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老年人 家裡有一些常需要的藥物 比方說 心臟病啊 高血壓啊 糖尿病啊 這些慢性病的藥物 你可以放一些備在裡面 這項目有很多 大家可以到它上面可以去做準備 OK十九項我們介紹完 還有最後一下 就是要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的袋子 這是一個防水的一個包包 好那把它捲起來之後 好當你裡面 裝滿東西的時候 你只有單肩背的話 你的肩膀會很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跟河道講說 你一定要找這種雙肩可以背的東西 除了這十九項東西之外 你還要準備你的吃的 喝的 那如果你是女孩子的話 你自己要準備就是生理的用品 那你們家如果有小嬰兒 你可能要準備他的奶瓶 你可能要準備他的奶粉 那如果你們家有老人的 你要準備什麼 多體素 那就是液態的這些食物 讓人家比較方便 食用 OK這就是你今天的禮物 有很心動嗎? 有 好為了讓你更心動 我們今天拿日本跟台灣的其他產品 比較一下 OK 作為比較 一定要讓你知道 剛剛的防袋包準備的概念 已經相當的完美 這是從日本帶回來的防袋包 價格大概一萬八千日幣 對那它是傳說中的食尚型 葬菜包 價格好像比你剛剛那個很多 那我們來做一個 順便來做一個開箱的動作 它的本體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柱子 一個柱子 然後它裡面是空的 它裡面是空的 這是一根金箍棒 一根金箍棒 然後這邊有袋子 你可以把它弄起來 然後背在身上這樣 防袋包的本體組合起來 就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很遲早 很酷 我們介紹完之後 你再跟我講酷不酷 那它有四個元件 那第一個元件是這個 手電筒 對手電筒 記得一項手電筒 也像這邊有介紹 它類似像是一個 眼鏡盒的概念 然後它送我們一部耳機 對我不曉得為什麼送耳機 OK這第二項 那再來第三項 它在傳說中的這個發電機 手搖式發電機 然後它也可以是收音機 那可以當行動電盒嗎 可以 但是問題是避難過程當中 我們在講就是 你要保持體力對不對 你如果把這個當行動電源 你是會浪費你的體力 保持體力很重要 OK 那第四個 第一個桶子 然後呢 裡面一件雨衣 你把這個雨衣 拿出來之後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小水 這個 它的功能全部就這樣 這個樣子 1萬8日幣 對 就這樣子 好 OK 這是日本的產品 好 那我們把它收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產品 這個價值是375塊日幣 基本上裡面的元素 這個剛剛有介紹過 那這個是一個小鐵片 它等於是有取代你剛剛工具前的概念 這個你剛剛應該知道這個吧 有看過 那裡面就是一個刀子 然後這邊是鋸子 這是一副手套 這個是手電筒 亮度沒有剛剛那支手電筒來的大 那再來就是支配針 好 跟照理來講有火柴的火柴套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哨子 對 哨子 就這樣子 我們假設合到那一包是2000塊 這個375塊 你會買哪一包 這個 你會買這個嗎 哈哈 你要吵 好 你要吵 但是我沒有想到 來 好 就應變功能上 比方說像這個桶子 你要擺你的女性生理用品 你要一個想法 你要擺哪一瓶 你要怎麼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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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準備包包 這包包就已經準備在裡面了 好 再兩個點名犬 我們考量實際功能 先比較考量價格 再一個18000塊日幣 食尚型 那一包 今天九位大地戰 再發生一次在台中 你要去避難 你會追求食尚嗎 啊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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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功能上而言 剛剛提到齁 你有小癌症 你要帶 哪一本 你要帶哪一瓶 你這個放過來 真圈 好 這一根除了食尚以外 好像沒有什麼實力的用途 好 那這兩包再讓你選一包 你要拿一包 對 好啦 那今天不用花錢啦 恭喜你得獎 謝謝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雅醇 來跟我們 快拍開箱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都到這邊 掰掰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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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